上一世,我是霍国妖民的太后 她是忠贞隐忍的将军 我赴了她,一赴就是一辈子 重生后,她宁娶青楼女,也要与我退婚 我被家族所弃,入了尼固庵 在成为太后时,她却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阉人 灵妖 姑娘,咱们该启程了 丫鬟采薇将我的思绪拉回石 我正在等顾景年的选择 苍穹顶上积聚着厚厚的云层 眼看就要迎来一场风雪 大家都很担心前路形成艰难 毕竟要去的尼固庵,距此需半日的车程 山上路本就难行,若是下雪,便更危险了 可我想到,大井将来要遇到的国难 只能注视着远方的行道 在众人的焦虑中叹了口气 再等等,这一等就是半个时辰 丫鬟御书归来的时候 手里捧着一个熟悉的包裹 委屈的眼睛都红了 姑娘,您忘了她吧 她就是个狼心狗肺的小人 御书是跟我一起长大的丫鬟 平日里智力稳重得很 正因如此,我才将那本亲手写下的冰书交给她 让她务必要送到顾景岩手中 好救她一命,也聊了前世的恩怨 可显然,她不愿接受我的东西 我没有问御书原因 接过包裹后,静止上了马车 刚出城门,大雪就分扬而下 冷意从连外渗入进马车里 我拆开了包裹,将手中的冰书取出 毫不联系地扔进了面前的火盆里 顾景岩,我再也不欠你的了 02,我跟顾景岩是从小只赴为婚的青梅竹马 上一世,我吉吉那年 一个游方倒是路过我家为我补了一挂 直言我是天生黄命,贵不可言 我拿他目前式地跌信了这话 主动退了清 将我送入宫中,成了一个漂亮的玩物 可令他失望的是,皇帝虽然好色 但却是个喜心厌旧的 一个月后,他再也想不起我 而我也成了冷宫中的一员,受尽欺凌 后来,皇帝死了 皇位落在一个几岁的孩子身上 因为别的龙寺早就在争斗中折损完了 皇族示威,便注定要起波澜 当时朝局混乱不堪,大臣们又搁怀心思 担心小皇帝长大后反噬 他们谁也不想让对方占便宜 于是他们终于想到了我 沈太傅的女儿沈宁 彼时我已经在冷宫待了三年 三年的时间,足以磨平我的棱角 毁灭我的天真,折断我的傲骨 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像一尊打磨精美的琉璃 脆弱的没有一点攻击性 他们满意了 满意地将我请出冷宫 换上雍容华贵的太后礼服 扶上金香玉绕的至尊王座 一颗颗斩杀在我爹面前的时候 我大抵是开心的 因为我终于让我爹满意了 请我爹入宫那天,下了好大的雪 斜洒在地上,像一朵朵红莓绽放 妖艳又美丽 我提着我爹死对头的手机 一步步走到他面前 将那颗脑袋放在了他手中 笑得也如那红莓般灿烂 父亲大人你瞧 他们都死了 你开不开心 孽女 你这个孽女 令我失望的是,他一点都不开心 他甚至还抖着身体,怒指着我 似乎很后悔会生了我 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女儿 可第二天,他就死了 当时朝堂上纷纷猜测是我杀的 我也并未辩驳 的确是我杀的 我做的是太过狠辣 让清流之手的沈太父被人攻击 可不就心急发作,气死了吗 大概是老天也觉得我做得太过分 三天后,龙溪地龙作祟 又遇上雪灾,死伤无数 官员学子纷纷死见 要拿我祭天 沈太后,你谋杀亲父,霍乱朝堂 如此恶毒,天理难容 请自枪以平天怒吧 毒父放权,还政于陛下 放权自枪,放权自枪 随着百姓讨伐的声势越来越浩大 我看到有失去理智的人闯进了皇宫 可惜了 这些被煽动了情绪的可怜人 终究不过是某些幕后野心家 未达成目的 而毫不联系地牺牲品罢了 就像曾经的我 零四,宁儿,你寄生于官宦人家 就该知晓你的使命 你的出生不是让你用来享乐的 而是让你来为家族带来荣誉的 我的父亲沈太傅 就是这般评估我的价值的 他自从知晓我的富贵命格后 果断与顾佳退了婚 连我的意见都不顾 就将我的名字写在了选秀名单上 我哭着以绝食相逼 他却威胁我 若我让他无法成事 他有的是手段让我后悔 终于他赢了 造就了一个手腕铁血的沈太后 百官为我 万民不解我 只有顾景延在这场暴乱中 领兵前来将我救下 虽然我并不需要 虽然我早有不属 虽然我知道 他或许也有图谋 可后来等啊等 我等到他在护国寺的佛前 磕了一叶的头 只为换我与他来试元序 天亮后 他披上了战甲 踏着朝露离去 再后来 他战伴亡 沉眠在山河一角 与我阴阳相隔 让我念了一辈子 也愧疚了一辈子 05 车窗外 扑苏苏的雪花 还是落了下来 我从回忆中抽离思绪 玉书 以后他的事 再不必通知我 听到我的话 玉书正了正 但脸色很快就变得轻松起来 小姐 你早该如此 玉书是我的贴身丫鬟 他自然知晓 我为顾景延付出了多少 顾家虽是袭正国公 但作为一个老牌武将实家 势头已经大不如前 若是这一代 再没有天赋一柄的领兵之才出现 他们正国公府 就该真的没落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 顾景延又生母早逝 他作为一个 只占着柿子之位的 不受宠敌长子 生活更是如履薄冰 重生后 所以说 他的一切荣耀都是我带来的 可他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嫌我严苛 十几岁后 故意变得顽固不堪 不撕进去 后来他流连青楼 爱上了与我性子 有着天差地别的林思瑜 他更加不满我了 也是 上一世经历让我性子沉闷 并不如真正的少女般 单纯灵动 而他却喜欢鲜活明艳的女子 譬如林思瑜 他给她制作稀奇古怪的小玩意 出口的话大胆又聊人 总是聊得她心跳连连 他对她更加沉迷 甚至为了让我主动退婚 二人经常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嗯 爱的样子路过的狗都能看出来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被郑国公暴打那天 曾当着众人的面 嘲笑我的呆板无趣 直言他跟我在一起很累 像是在跟男人一起生活 他不知这样的话 对一个女子来说伤害有多大 亦或者他知道 但他就是恨我怨我 要毁了我 只因我从小到大 为了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将他拘得太紧 让他太不自由 可他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教他的 都是未来要保他命的真本事 他前世虽对我一片情深 可早期却因不受虫 吃了太多的苦 很多东西都是仅凭自己 一腔热血摸索出来的 所以前世的他过得极苦 也败得太狼狈 这一事 我想帮他 想救他 更想弥补前世对他的亏欠 可谁知 他之所爱不过是黄粱一梦 梦醒了 那个曾护我爱我的人 也消散在云烟里 再碰不得 捉不到 怪不得佛约 一世人 一世缘 他终究是与我错过了 罢了罢了 反正他将来如何 也与我没有关系了 推开马车的车窗 白雪挨挨的山道上 只愈下长长又估计的车折印记 我叹了口气 将一只只白鸽抛向了天空 既然上天不云我丹于小情小爱 那么便做回曾经的自己吧 反正 这大煞将轻 总要有人扛起来不是 05 我还是照着上一世的命运轨迹入了宫 想要得到无上权利 总要牺牲 这交易很公平 只是这一世 我再不是曾经那个 为了所爱之人 整日愁眉苦脸 被皇帝一气之下 封号愿美人的冷宫气飞 我是皇帝清风的沈贵妃 一贫一笑 灼灼风华 他爱极了我的聪慧时趣 爱极了我的崇拜仰慕 他从我身上 得到他一直渴望的东西 推崇 诚然 当今圣上乃天下之尊 但皇帝这个位置 可不是仅仅只靠世袭网屁 就能坐得稳的 上一世 他不过而立之年就驾崩了 死于心急 可直到我坐上那个位置才知道 他不过是压不住龙座下 那群野心勃勃的乱臣贼子 被人买通了宫里人 毒杀了吧 所以说 想要坐稳这个位置 没有点震慑陈下的手段 怎么行 宁儿 只有你懂震 御书房里 他听完我的建议后 心中激动万分 我笑意盈盈地 等着他的情绪稳定后 这才道出了真正的目的 陛下 他们难为你 是因为你手中没有兵权 若陛下有意知之 忠诚于陛下的护龙卫 他们还敢这么猖狂吗 见他一动 我继续蛊惑 陛下 你为天下之主 这天下本该就是你的一言堂 那些意图谋反的野心家 就用这把护龙刀斩掉便是 我的恭维让他更加受用 可一想到他偷养的护龙卫 被那些失大的全臣发现的后果 他又畏惧了 不可 不可 朕若动作太大 被那些人发现 他们一定会 那便由臣妾出面招募 为陛下养刀 我在他打退堂鼓前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俯首贴地 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恭敬姿态 若东窗事发 臣妾愿一力承担 只求陛下能念着臣妾的好 永远记着臣妾的忠诚 不仅仅是姿态卑微 我的每一字每一句 也都听起来义正言辞 对于这种唯唯诺诺 却又期望得到别人尊宠的人 他不屑于别人的喜欢 他只在乎那个人是否忠诚 毕竟他这种窝囊皇帝 或许连身边伺候的人 都是别人的眼线 能得到一个人的忠心 被家族抛弃 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娇弱女子 想要在这种痴人的后宫中活下来 也只能依附于他这个主人了 对 是主人 不是丈夫 灵六 宁儿 你真的很好 他将我揽在怀中 我们彼此都看不到对方的神情 可我知道他很满意 我其实也很满意 靠着他的庇护 护龙卫光明正大的组织了起来 我早就将上一世 天南海北网罗来的酱材 偷偷塞了进去 有上一世的御君经验傍身 再加上这些身负才华之人的努力 护龙卫规模逐渐扩大 半年后 我将耗费数百万两白银 打造的巨型商船队派遣到了港口 趁着夜幕笼罩 一批批训练成熟的士兵被掩赴黑金 带上了商船 经由河道进入北江 他们即将迎来的主战场 07 秋末 北梁大举入侵大井边城 北江守军仓促硬敌 主帅派遣先锋小将顾景岩前往硬敌 奈何敌军勇猛异常 且兵行诡诀 先锋军全军覆没 先锋小将顾景岩被敌军所扶 后再战 北江守军诱中敌军埋伏 被困峡谷 救援无门 北梁主帅坐毕上官 扶掌大笑 景国从降到兵都是废物 我北梁的好儿郎 将跟随雄英的引导入主中原 让你们的皇帝成为我们的马夫 让他的妃子成为我们的洗脚臂 让你们的女人都沦为我们北梁儿郎的玩物 哈哈 哈哈 他正笑得得意 一只箭矢凌空掠过 正中他脑门 北梁军正因失去主帅而慌乱不安之际 一位身材高挑 却一眼便能看出是女子的红衣小将率领浩浩大军而来 冲啊 为我大警死去的儿郎报仇 响彻云霄的怒吼中充斥着女子们铿锵有力的声音 不仅是大警 就连一团乱麻的北梁国人都震惊了 女子也能打仗 女子不是只能作为玩物取悦伺候男人吗 可短短几个时辰后 所有人就都改变了这个亘古不变的想法 门 实在太猛了 明明是娇小先兽的女儿家 他们却杀得比男人还勇猛 手段比男人还毒辣 只要能取胜 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一只只敌人的诱饵被割下 扔入一斤前的特质袋子里 这是他们的勋章 更是他们扬眉吐气的证明 这场战事即将震撼整个世界 如今 却是在震撼着战场上的每一个人 趁得他们灵魂都在发颤 支援过后 便是收编 整个过程很顺利 因为皇帝虽然废物 但是他的圣旨还没人敢违背 毕竟这可是明着造反 再有一点 护龙卫展现出来的实力 是他们北将军远远达不到的 弱者服从强者 本就是军中规矩 至此 北将危机终于结束 没有像上一世那般 边境失守 北梁大举入侵 山河破碎 哀红遍野 最后 两国以双方互相交换俘虏 北梁国割让三成 并赠送一名北梁公主和亲围条件 终于结束 四月初 北梁使者带领数百俘虏入京 淡漠地瞥了眼俘虏名单上熟悉的名字 我毫不停顿地将其扔进了御案 淋巴 咳 咳 咳 旁边传来浓重的咳嗽声 我转换脸色 满面愁容地走了过去 陛下 这并何时才能好 虽然我知道他是中毒了 但我不会多事 这些时日 他已经信任我 不仅封了我做皇后 还让我替他批改奏章 趁此机会 我揪出了一堆前世里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 我以为按照我的计划 等他过几日驾崩 我就能垂帘听证 更方便行事 谁知 北梁国人的入京 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切身扣见陛下 随着北梁公主的面纱落下 我掩藏在袖中的指尖狠狠握紧 是他 林思瑜 不得不说 他这一身张扬的红裙 可真刺眼啊 又刺眼的熟悉 跟阻止顾景岩参加舞举 让我的努力付出一句 那天的穿着一模一样 他不要顾景岩凭借这条路一步登天 快速升街 他甚至在她投身行舞后 不许他用我教她的本事领兵把账 所以他败了 败成了一个笑话 零九 我突然就为顾景岩感到可笑 你瞧 这就是你为之抛头颅撒热血的女人 我没有阻挠她入住后宫 按照惯例 皇上当晚是要让她室寝的 我等着看她的目的 第二天 皇帝生龙活虎的样子 传遍了整个后宫甚至前朝 随后 皇帝疏远了我 开始对我有防备 我懂了 他一心想要对付的人其实是我 从让顾景岩无可救药的爱上 到帮助皇上康复 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我 有趣 时 上一世 其实我也遇见过同他举止相似的人 那人自称自己是川书者 知晓所有人的命运 他在我执政中期而来 意图拉拢大臣 洗脑我爹 煽动百姓叛乱 于是 有一心的大臣被我杀了 我爹也死了 百姓闯进皇宫 他们看到诺大的皇宫里 空旷旷的 本该是金碧辉煌的地方 却莫名的凋零 行之后宫 里面就更加突兀了 明明该是天底下最富裕的地方 御花园成了菜园子 奴才们穿着补丁的衣服 在地里辛勤劳作 就连本该雍容华贵的太妃们 也三三两两的坐在一起 像村里大妈们在那唠嗑的唠嗑 宅菜的宅菜 看到他们凶神恶煞前来 整个皇宫来填这个窟窿 贪官污吏鱼肉相鸣 他不惜得罪背后的权臣 也要为百姓做主 你们想要儿孙有出头之日 他顶着压力将科举制度进行到底 如今寒门子弟 已在朝堂有了立足之地 你们说他恶毒 是这毒附护你们 在这山河凋敝时偏安异于 你们说他把持朝政 是他担惊节律日夜操劳 才让你们免于成为他国之奴 说什么自枪谢罪 该自枪的 不是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蠢材吗 后来那场变故终于消停 我从几个投诚的人口中 顺藤摸瓜找到了幕后之人 他被我一番审讯后 终于吐露了实情 他说他是川书者 知晓所有剧情 只要他能阻止我变强大的脚步 他就可以吸取我的气韵 成为此方主宰 所以林思瑜 你也要吸取我的气韵吗 十一 皇帝既然康复 接见北梁使者的任务 便要由他主持 同时被北梁俘虏的大警将士们 也还了回来 这些俘虏们 大部分人被家人接纳 只有小部分却成了家族支持 譬如顾景岩 郑国公本就子嗣众多 之前宠的他 只是指望着顾景岩 能为家族带来荣耀 谁知道 他退婚又骄恶的女子 成了陛下的宠妃 他痴心不悔的青龙女子 却转头变成了北梁公主 又和亲大警 这般荒唐之事 落在别人口中是笑谈 落在郑国公府 那便是灭顶之灾了 事已 顾景岩一身骆驼 被郑国公断绝亲缘 逐出了郑国公府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跟林思雨品名 大概是觉得 我还深爱着他 他特意将顾景岩的事情 讲给我听 姐姐 你知道吗 顾景岩在北梁当俘虏师 好可怜的 他们在他脖子上套上缰绳 让他跪在地上 衣不避体 像个低贱的畜生一样 爬着前行 他们将他和马一样 拴在马厩里 整日身上臭轰轰的 连吃的东西 都是狗吃剩下的 如今 他都被赶出家门 与乞丐为伍了 姐姐不心疼他吗 我为什么要心疼他 以袖遮面 优雅地抿了一口茶 我面不改色地放下 贤妃娘娘 作为他曾经 放在心肩肩上的 知心人都不心疼 我这个跟他 毫无瓜葛的陌生人 有何心疼的 撇到他眼中一出的失望 我随即又转了画风 要说真有什么感受 余光捕捉到他嘴角的弧度 我目录忧伤 真心地爱一个人 为了他兢兢业业 舍身忘死 却被他怀疑 甚至抛弃 我还真有点感同身受 话落 我一行青泪落了下来 我已怕眼面 余光果然看到 不远处的花丛眼印下 有一道明黄的身影 转身离去 十二 回到宫 我就换了身衣服 他的茶我可不放心喝 拿去检测后 还真的有毒 真话散 是能让人情绪激动 还能说出真话的药 他可真是善于 钻营这些烟砸手段 可惜这些手段 我都见识过了 我以为这场交锋后 林思瑜会消停几天 没想到第二日 他就送了我一份大礼 当看到分配到 我身边的太监里 有道熟悉的身影时 我正了正 随即镇定下来 小言子 这可是咱后宫 最尊贵的皇后娘娘 你可得小心伺候着 要是拿点惹了娘娘的弦 仔细你的皮 老太监训斥完后 恭敬地给我行了一礼 这才退了出去 我没有理会 跪在地上低眉顺眼的顾景岩 眼神与玉叔对视了一眼后 他就懂了我的意思 随后几天 我都没有见到顾景岩 听玉叔说 他将他派去刷马桶了 还专门有人看着 不会生事的 我笑着夸他 越来越能干了 毕竟顾景岩 可是皇上送来的人 我若还回去 可是打他的脸 更证明了我心有猫腻 那就收下好了 放在眼皮子底下 正好看看 那林思瑜接下来要干什么 这一等 就到了公宴那天 13 作为皇帝的新欢 林思瑜成了新的贵妃娘娘 被他带在了身旁 两人共用一桌 我则一人一桌 坐在左侧 简单的几句致词后 宫宴开始 司竹鸟鸟 清歌漫舞 群臣把酒言欢 自得其乐 等到众人微醺 受到破空声突然而至 朝着上手的 我和皇帝几人刺了过来 我握紧了手中的匕首 正要起身抵挡 一道电青色的人影 扑了过来 扑斥一声 那人被刺客的常见刺众 血喷到了我的宫装上 我看清了他的脸 顾景岩 您啊 我回来晚了 对不起 他望着我的双眼 满脸柔情 像是隔着前世今生 一只手缓缓抬高 抚向我的脸 我推开他 一脸冷漠 顾景岩 你想以下翻上 我毫无温度的脸 让他回了魂 没再当着众人的面 做出让人误会的事 不然 我真会杀了他 大概是我的态度太过冰冷 他满脸受伤的 看了我一眼 抢了刺客的刀 就要与之拼命 殿前的大内侍卫们 赶了过来 看到自己 马上就要被瓮中捉鳖 一个刺客首领模样的男子 朝我拱了拱手 主上 我们出事不利 没能杀掉狗皇帝 有负于你 撤 发出了撤退指令后 刺客们全都四散逃离 大殿终于安全了 这时 一把刀架在了我脖梗上 十四 皇帝抱着流血的胳膊站起身 居高临下 满寒杀心 皇后勾结刺客 意图谋害阵 即日起 交出护龙卫令牌 打入天牢 以警校游 姐姐好走 皇帝身边 一脸得意的林思虞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望着我 我回了她一个从容淡定的微笑 我被带入了天牢 单独囚禁在了一处蜜牢内 夜幕降临 一个黑衣杀手闯了进来 她要杀了我 好制造我为罪自杀的场面 我手中的匕首一个翻转 刺中了她的脖子 或许连林思虞都不知道 这一世的我是会武功的 与其祈求别人的保护 不如自己学会保护自己 从很小的时候 我就在刻苦训练了 学会自保能力事件苦差 主上 狱卒走了过来 恭敬一礼 我擦了擦匕首上的血 淡淡问道 宫内如何 属下们已经遵照您的指示 让皇上在林贵妃的寝宫中 偶遇藏匿的刺客 不幸的是 那刺客抱起杀人时 林贵妃情急之下 将皇上拉来挡刀 如今陛下病危 只怕主上很快就要出去主持大局了 对于这个结果 我并无意外 穿书者自持剧情 本就对我们书中人 有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他们又怎么会臣服于这种尊备伦常呢 宣召的使者来得很快 这一次 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的陛下 终于彻底相信了我 他临死前的最后一道圣旨 便是封我为摄政太后 将临死于千刀万剐 看到他满是深情地拉着我的手 悔恨交加地流下眼泪 我面无表情地扶去他的手 靠在他耳边 好心地将真相告知于他 陛下 你这样自私自利 胆小懦弱 蠢瞪无知 又猜忌心重的人 你觉得我会爱上你吗 我要的自始之中 不过是这道让我名正言顺的圣旨 十五 皇帝驾崩那天 我利用刺客仪式 不仅肃清了后宫的痴妹亡俩 还将前朝的阴狗狗进行了大清洗 如此 朝堂空出了很多位置 我的人也终于可以从暗处走出 光明正大的进驻朝堂 顶替那些弄臣 造福万民 暗无天日的密牢内 我一身太后朝服坐在椅子上 面前是满身边伤的林思瑜 你知道上一个穿梭者是怎么死的吗 他听到我的话 双眼瞪大 你跟他一样都是纯死的 我面色淡淡地评价了一句 说真的 林思瑜的脑子还不如上一个呢 起码上一个差点把我拉下台了呢 而他除了会哄男人 在运筹帷幄上可是差太远了 好心地将他那些漏洞百出的谋划指正了出来 我派人割了他的舌头 才将他推入刑场 千刀万剐这个刑罚是先皇定下的 我自然不能偷工减料 他从最初一副求疗姿态 最后痛得绝望 临死前 他的眸光死死地瞪着我 嘴唇无声息动 沈宁 我诅咒你永远无法跟心爱之人长相厮守 我笑了 你瞧 他多天真啊 到现在还以为顾景言是我的遗憾 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很蠢 角落里 垂着头一副卑躬姿态的小太监 沉默着点了点头 是 顾景言翻类 灵妖 我叫顾景言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父亲嫌我木讷寡言 不如记地嘴甜 继母恨我占了他儿子的世子之位 整日便招法地搓磨我 我虽是挣过功夫的世子 亦不得暖身 犯不得饱腹 生病无医 求人无门 诺大的府邸都是吃人的妖魔 我一直以为我活不了太久 直到我遇见了一个小姑娘 02 那天下了好大的雪 我听到门外砰砰砰的爆竹声 才想起今日是新年 等该是极庆的日子 我的屋子却冷冰一片 我裹着薄薄的破旧被子 缩成一团 冷 好冷 娘 我好冷 你来把眼儿接走吧 我不要在这世上受苦了 可我等啊等 等的眼皮子 把赵我娘都没来 我绝望地闭上眼 哭了起来 别哭 一道轻质的童声 想在我耳畔 他抚摸着我的额头 随后发了火 狗挪菜 谁给你们的狗胆 敢谋害正国公府的世子眼 你们的脑袋够砍几轮 我艰难地睁开了眼 一个粉拙玉气的红衣小姑娘 站在我床边 她眉眼中满是担忧 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我 生怕我消失似的 我突然就觉得 身体没那么冷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长得跟菩萨坐下的 小童女一样的小姑娘 是我的未婚妻 她叫沈宁 她说她会保护我 在她的威吓下 府里的奴才 再不敢欺负我 因为他们怕杀头 我的父母 也不敢再明显地苛待我 因为她是沈太夫 最疼爱的女儿 常伴公主左右 若是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被她传入宫中 让那位知道了 郑国公府就再也起不来了 她威胁人的时候 我也在场 当时我只觉她真威风啊 但这些威胁真的管用吗 她可是个比我还小的小孩子呢 可后来我才知道 她的话真的管用 我在无人敢欺 我喜欢她 她是我娘死后 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03 小孩子的委屈 总是忘得很快 自从五岁后 爹和继母再不苛待我 我跟他们的关系 也逐渐好了起来 尤其是我在武功和兵法上 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后 我爹越来越看重我 他陪伴我的时间越来越多 还带我骑大马 给我买我喜欢的小玩意儿 将郑国公府最好的院子 给了我住 我很开心 又隐隐觉得心虚 我不敢告诉他 其实我没有天赋 我知道的这些都是 我的小未婚妻告诉我的 他才是真正有天赋的人 景言哥哥 今天有没有会见一千次 每次我来找他 他总是会考教我 他说温故之心 早晚我会成为 大井最厉害的将军 我撇撇嘴 我才不是最厉害的 我是个假货 每次跟着他偷学东西 我都在内心唾弃自己 顾景言 你又在装天才了 可当我爹表扬我时 我又沾沾自喜 怎么办 我好卑鄙 这种撕裂的心情 伴随着我长大 他压抑的我喘不过来气 也让我越来越不想面对沈宁 我故意变得顽固 故意结交活捧狗友 让他对我失望 让他不再逼我 这样他就不用再继续教导我了 林四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心声 跟那些顽固们 去青楼寻欢那天 我遇到了林思瑜 那个一身火红 明艳得像太阳一般的女子 跟小时候出现 我在身边的小仙女 好像啦 她长大后该是这个模样的 她不该是沈宁那个样子 一身竹青色长裙 淡漠清冷的让人生厌 于是我一掷千斤 为她赎了身 又将她安置在我名下的宅子里 等一切事了 晚上躺在床上的我突然想起 那个宅子我原本是打算送给沈宁的 罢了罢了 反正也送出去了 反正她是太夫家的迪小姐 她也不缺这个物件 有了第一次 后面的就越来越顺手了 原本要送给沈宁的礼物 思瑜喜欢 我就先送给了她 原本要与沈宁一起游湖 思瑜想完 我就陪了思瑜 逐渐的 我好像记不起她来了 我的梦中 那个总是帮助我 对我好的红衣小姑娘 在我的面前转啊转 转了几圈后 就变成了林思瑜的样子 瞧 我做梦都在遇见她 我喜欢的是她 那个沈宁不过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罢了 零五 确定了我喜欢的人是谁 我不再微微缩缩 林思瑜是个很大胆的女子 她虽沦落轻楼 却从不在人面前唯唯诺诺 她喜爱自由 不喜被拘折 经常性的不着家 每次在街上行走 也总是不顾他人的目光 与我食指交缠 甚至与我独处的时候 开心了 还会主动吻我 她说 我们都是平等的 她从未看不起自己 她还说 我本就天生是个做将军的命 我根本不用学沈宁的歪门左道 沈宁一介女子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你让她教你兵法 你确定 那不是纸上谈兵吗 我本就心中介意 如今林思宇给了我一个 非常中肯的理由 我彻底放下了 沈宁对我的教导 06 如此跟林思宇私混了数月 正赶上无举考试 当沈宁找来的时候 我正懒着林思宇 在花园中作画 被她瞧见 我不知为何有点心虚 不自在地松开了 懒着林思宇的腰 可目光所急处 她依旧轻轻冷冷地望着这一切 没有一丝波动时 我又恼了 她为什么不吃醋 她不是说 她是我未来的妻子 她会与我携手一辈子吗 我讨厌这样永远端着的她 顾景言 去考试 她出口的第一句话 就是指使我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 景言哥哥 今天我们要背会这段兵法哦 景言哥哥 这套枪法没练熟 今天我们再巩固一下好吗 景言哥哥 我突然意识到 她不再换我景言哥哥了 07 心里莫名的慌乱 再加上林思宇 在一旁不音不扬的嘲讽 她为什么要听你的 又温柔小意的拉着我撒娇 景言哥哥 不去好不好 好男儿当头身航武 靠自己努力一步一个脚印 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无举这种捷径虽好 可万一过不了呢 岂不是让人笑话 她的话很有蛊惑性 我再次退缩了 我不是天才 万一我没有赢得武状元 父亲他们一定会对我失望的 我不敢赌 可沈宁就那么直直地盯着我 一言不发的 像是在等待我的抉择 然后我告诉她 我不去 听完这个答案 她笑了 却莫名地刺眼 让我不敢再看 顾景言 你敢不去 我爹竟然也找来了这里 她手拿木棍满脸怒意 让我突然想起了 很小很小的时候 她就这么打过我 一旁的林思雨 也被继母带来的嬷嬷们 给按在了桌子上 动弹不得 她楚楚可怜的眼神望着我 像极了曾经绝望无助的我 那时有沈宁 这时呢 我被一棍又一棍地打在背上 沈宁就冷眼站在一旁 她再没有向我求情 为什么不帮我了 我心中被这样的烦恼 包裹得越来越窒息 我突然朝着我爹吼了出来 我爱的人是林思雨 我要退婚 我不要沈宁 我不要她了 我爹又是一棍重重的 像是在逼我妥协 可她依然就那么安静地站在那里 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不辩驳 我理智地嫌断了 索性也不管不顾 我不要跟沈宁在一起 她就是个无趣又呆板的木桶 跟她在一起 就像跟男人在一起一样 我根本提不起兴趣 此话一出 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了愣 外面通膜往这里瞧的看客们 也愣了愣 我突然意识到 我说错了话 这会让她名声扫地 我怎么就说出口了呢 可不等我解释 她已经开口了 如你所愿 我退婚 08 因为这件事 她的名声彻底臭了 听说她被家族厌弃了 我心中愧疚 想去找她道歉又没脸 几天后 我听到了她要去尼关的消息 我有些心慌 总觉得要彻底失去什么了 可林思雨 却总能抚平我的心忧 景言哥哥 若不是他来找你 又怎能闹成现在这个局面 说白了 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是啊 是他硬的 是他逼我的 我浑浑噩噩的想着 世子爷 沈姑娘身边的大丫鬟 御书姑娘来找你 门房的禀报 让我下意识抬起了脚步 他是不是后悔了 如果他后悔了 我 景言哥哥 你是要赴我吗 林思雨的哭声 传进了我的耳中 我顿住了脚步 他走上前 亲切地挽住了我的胳膊 现在你们应该避嫌 我帮你去看看 我觉得他说的有理 答应了下来 后来听林思雨说 沈宁要送我一本兵书 他替我拒绝了 景言哥哥 他怎能如此瞧不起你 是啊 他怎么可以这般瞧不起我 我一定要建功立业 闯出一片天地 让他看看 没有他的教导 我依然 啊 现实给了我一个狠狠的巴掌 零九 我成了俘虏 在北梁被凌辱的奄奄一息时 我看到了林思雨 原来她是流落大井的北梁国公主 一经找回 便得万般尊崇 换上华丽衣裙的林思雨 用鞋子抬起了我的脸 那副天真纯彻的模样 早已不在 顾景言 你真是个废物 对 我是个废物 还是个瞎子和蠢材 在北梁的这些天 我早就从北梁人口中知道 那场筷制人口的战事 好笑的是 那位女将军所用的兵法谋略我都学过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真正对我好的人是谁 可都晚了 一切都晚了 林思雨大概是真的厌我 她让那群人变招法的哲辱我 当看到他们哈哈大笑时 羞辱的眼神 我才发现 曾经的我有多可恶 我竟然伤害了 这世间唯一对我好的姑娘 这可真是报应啊 如此被欺凌了数月 我也浑浑噩噩的活了数月 有一天天降大雪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 那天也和此时一样的冷 一样彻骨的寒 可那时有沈宁 现在无人护我 无人爱我 我闭上了眼 奄奄一息时 我梦到了前世 时 我顾景言愿以我的一切为代价 求佛祖保佑我下一世 与沈宁夫妻摆手 相邪一世 我想起来了 原来这一世夫妻 是我一步一排阶 磕得头破血流 在佛祖面前求来的 可我却弄丢了我 好不容易求来的妻子 顾景言 你真该死 可死之前 我好想再见一见她 哪怕是一眼 可后来跋山涉水归来 我才发现 我根本见不到她 我不仅被家族抛弃 还沦为了乞丐 后来林思雨找来我 她笑着问我 可要进宫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哪怕失去那块肉 哪怕被所有人嘲讽 可再一次见到她 我才知道她有多讨厌我 她不愿看到我 那就再等等 等到发挥作用的那天吧 可真到了那天 我才发现 她根本不需要我为她挡刀 就像前世 她根本不需要我保护她一样 她一直是聪慧且强大的 是我永远只能仰望的存在 既然无法奢求她的原谅 那就做她一辈子的奴仆 永远忠诚于她 再不背叛 曾经我是这么想的 可当林思雨诅咒她 无人所爱的时候 她的吃笑声让我清楚明白 不是无人爱她 是她的爱 是否愿意施舍给别人 曾经神女降下垂帘 可我却弄丢了她 至此 我终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